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美国今年1月触及31兆美元的债务上限之后 美国政府很可能在6月份面临没钱可用 甚至违约到债的风险 现在美国国会针对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 因为总统拜登跟共和党都不让步的情况之下而处在僵局 有美国媒体形容 双方如今是在玩高风险的胆小鬼游戏 那拜登跟代表共和党的麦卡锡就像两名开着车冲向对方的车手 如果两人都拒绝转弯 两辆车就会相撞会两败俱伤 但如果有一方转弯 转弯的那一方就是这场博弈的胆小鬼 那就要看最后谁顶不住压力 在债务上限的谈判中让步了 眼看留给美国政府避免债务违约的时间 还剩不到三个星期 昨天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国会领袖 都齐聚在白宫跟拜登展开谈判 但是谈了一个小时之后 民主党跟共和党依旧不肯让步 让债务上限的僵局无法取得新突破 代表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还向记者抱怨 说白宫方面完全没有准备笔记化 应对国家可能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 如今债务上限问题还没获得解决方案 那现在比拜登跟国会两党还要着急的 恐怕就是美国财长就是财政部长耶伦了 那作为政府债务违约的最直接受害部门领导人 耶伦昨天再次重申 美国经济将会因此陷入深度衰退 并且波及全球经济 为了处理债务上限的僵局 耶伦也推迟了原定在本周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行程 昨天美国总统拜登终于把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大佬们 约到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来开会 尝试化解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的谈判僵局 避免美国政府倒债信誉扫地 在会议开始之前 拜登拒绝记者的提问 并开玩笑说 他们两党正准备化解世界性的难题 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之后 拜登召开记者会表示 尽管这次的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但是他们会在来临的星期五再次会面 拜登坚定地表示 虽然无法达至协议 但是双方都有底线 那就是美国绝对不会违约赖账 拜登这边乡尝试安抚市场 对美国可能会违约 无法举债运作的担忧 但另外一边乡 代表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迈卡锡 却在会议结束之后 直言他没有看到任何的新进展 同时提醒拜登 别把美国推向危险的边缘 有美国媒体形容 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如今依旧各说各话 围绕在提高债务上限的分歧点和措辞 并没有弱化的迹象